哈啰啰,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來打母光,黑粉魚打母光 請問一下,是不是很多大老闆晚上都不睡覺 沒有啊,沒有什麼大老闆晚上都不睡覺啊 今天我們是來趕海,來拍一集趕海系列 然後我們今天來黑白蛤蟆和恰水 聽說今年大爆發 所以我們這邊到底是哪裡啊? 我們在這邊的話算賣兩 西岸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挖 可以啊,其實有很多,漆谷那邊好像也有 其實這邊這樣生態算很屌 跟看其他朋友那樣挖的鑰匙要活的 相較下來,這邊撿 用撿的就撿得到對不對? 用撿的就撿得到 大小顆而已啊 剛這樣兩下而已 這下去就這麼大了 帶小朋友來,潮水算好的話 其實親子同樂可以 要來蒙拉,其實就要算一下潮水 然後盡量就是 你說乾草底的前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來,對對對 然後到後一個半小時 大概這一段時間 三、四個小時 對,三個小時左右 然後... 自己也夠了 記得帶水來 充洗 一定要帶水,一定要帶水 或者多帶一道那個乾淨的魚 對,繼續來挖 然後不要打擾我們 嘎一泡住如當 好啦,待會見,就這樣 掰掰 掰掰 你說黑色是恰水啊? 對對對 白色就是我們這裡的 要搖在白粉底 會噴水噴成這樣 都是白淨的 挖的時候為什麼會噴水? 或是踩的時候為什麼會噴水? 因為壓力啊 嚇到嗎? 嚇到就射了 嚇到就射了 跟你一樣嗎? 沒有沒有 可是你很早射 哈哈哈哈 那是很早敲,不是很早射 爬下去,你會倒東西的時候就代表就有了 哦~~~ 哦~~~ 還沒手 對啊 大顆,大顆,來 大小顆 比較一下,來 趕快快 走 有沒有 哦~~ 對阿,這個才是 對的射射嘛 對啊 為什麼人家 人家都是撿火的 我都看了一堆死 嘿嘿嘿 藥那一堆 一路沒有 哦~~ 這片比較大顆 大顆的 哦~~~ 你又一人一人歐了就知道了 哦~~原來都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有感覺到了嗎? 哦,這邊的都還不錯耶 嘿嘿嘿 這不是要說的,廟傳遞的人嗎? 但大少年有的啦 不錯耶,要有水的地方比較有 比較有啊 乾的地方比較少 哦~~螃蟹 泥馬 哦,黎明蟹,想說為什麼尾到 然後結果那個還會刺我 我們之前來排的時候就是 所謂大爆發就是 你一個爬下去,有時候一台這樣尾下去就四、五顆吧 板頭都蠻不錯的啊 它是縮進去,然後把自己夾住 對,把它夾起來了 那是那個不會死啊,那是跟它又蓋起來了 那會不會痛嗎? 對,有問題 你看,噢,感覺出來了 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 老公出來要落錢了,老公 哈哈哈哈 我們家裡越重 為了不要讓老婆都太管他 直接開一間早餐店讓老婆管 哈哈哈哈哈哈 小朋友一年啦 哈哈哈哈 我不能被視貌的,你看 因為老婆太忙,所以就沒有辦法管他 你要記得哦 為什麼他老婆管你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做不完的事情 哈哈哈哈 開一間早餐店,或是開一間店他管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管你去釣魚 或是管你到處去亂玩 這邊真的超好玩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多不然你想想上說是爬子直接這樣刮過去 然後他整顆就痘痘痘痘痘痘 自己跑出來 對他自己會跑出來 微笑而已 женщ 再去捡就好,原来是爬着划过去,你会空到之后 然后你再从沙里面再把它挖出来 对啦,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走啦,去外面抓住啦 反正回来还会看到嘛,贪心的鲁鲁鲁 没有贪心,我只是好玩就看到就说啦,你看 人家讲说有钱人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因为他连一点点的利益 一点点的毛利都不会放过 所以他才能赚这么多钱 没有啦,我骗到要骗到他 我都困难中的经营,你都不知道 是这样吗? 对啊,我感觉像这边的,像现在虚子在买这边的都算很漂亮 哦,不行,我们野心不能那么小 不能那么小 对啊,我们基本就是鸡蛋尺寸 好,可能挖一天都没有鸡蛋尺寸 还蛮好玩啊 小朋友来挖也挖得很高兴啦 秋天会比较肥吗? 我觉得应该是灯肥的一种吧 所以现在我们入荡的是最肥的时候吗? 最肥的时候已经瘦下来了啦 你没有肚子这样很奇怪耶 都没办法摸你的肚子 不要这样子嘛 要摸也要漂亮的妹妹来摸嘛 哦,我挖赛力 这段影片你要付多少钱 strip 都是用劲劲,我是这是陪伴随 Apa 我就失去招商那一棵啊 很大耶 很大耶 我们出荡好,你可以看到妹头。滑掉了 哈哈哈 为什么大的它比较川 它比较有一粒一粒的在上面 哦~~ 这是蛤蜊吧 什么? 这个啊 哦,对,这蛤蜊的,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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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 哦~~ 你说刚刚那个叫什么? 蛤蜊 蛤蜊啊,哦~~ 它都不会跑 不会啊 会跑,会跑就不好玩的会跑 小河豚 我刚刚以为是花跳 太扯了吧,小河豚 没出去了 真的耶,没太扯了吧 帮你回去 不要再来乱我了 哦,这边很多耶 哦哦哦哦哦,我也送一颗蜊子了 爽 辛苦的男人,为了一家老小 能吃到新鲜好料的 我们就要去钓鱼 我们就要去挖蛤蜊 这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这么认真在挖 这样早餐店喝不到蛤蜊汤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可以,我早餐店也可以卖蛤蜊汤 但是这不可能 要不要而已啊 男人都要吃得太扯了 真的是粗钢 哈哈哈哈 那海是哪个方向 那一边 那一边 有够人 我又讲话 行 萊娃蛤蜊,基本配备 这个蛤蜊子 还有这种哦 不可能便宜啊,这一只才不到80块 就蛤蜊子,网子,水针带个手 好像就可以了吧 其实最简配就这样 没有想到要走这么远 本来想是说,大概就静静的 了不起走个10分钟吧 可是我们现在 应该走了快20分钟了吧 路当然不行,已经开始喝水了 一定要喝啊 我很认真爬耶 认真的男人 这边都有爬过的游戏 哪里看得出来啊 可以看得出来 你去看 你是说土会有这样 对对对 那个土 那个土就不一样 我们驴董挖到一半 说它都很小 蛤蜊很小啦 蛤蜊蜊这些通通都是河豚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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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阿伯 阿伯来这里 拗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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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来这里 有圆圆的 阿伯,你来这里 蛤蜊蜊 阿伯,你来这里蛤蜊蜊 阿伯,你来这里蛤蜊蜊 他也不认真 阿伯 阿伯 你来这里蛤蜊蜊 哈哈哈哈 他贡快 他是牙蜊 你就牙蜊喔 哈哈哈哈 哦 哦 大了没拷摆 员 好,大了没拷摆 喔!大顆大顆的 喔!才兩顆喔? 這種真的很肥美好不好 好好吃喔 這種大顆的很貴耶 很貴啊 我老婆上次去買那個下去要擦 我們這個版頭有沒有 對 你那一斤多少嗎? 對 一百五 一斤十五 對 一斤十五 那個阿伯的工 他們真的會去挖來賣 喔! 什麼? 大顆耶 沒錯 那一顆君子辣 喔!這麼大顆 要煮菜了耶 瓜仔蝦 你還假的啊 還有煮菜啊 喔!漂亮到 漂亮啊 為了家庭 為了一家老小的溫飽 呵呵呵呵 為了讓他們吃好的 天還沒亮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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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小顆的也有大顆的 吩咬啊你,吩咬啊,吩咬啊 漂亮漂亮,哦! 杂菜了耶,吩咬啊 噢~~ 吩咬啊,别死了 人家啊,要抓就要抓这种细菜 抓那个什么小鸟蛋啊 至少要这个鸡蛋大 可惜它是死的 哇,它会如果让你挖道,会爽的 对啊,这一颗挖道就厉害了 哦,腰痠被动 很爽啊 是很爽啊,可是腰好酸 哈哈哈哈 粮子以下,这个就不要带了 太小,让它长大一点再带 像这种,我们都是把它丢回去 太小颗 你放的时候啊,要把它放到水里 不要放在干的地方 它会使用 让它有盖到它的壳 然后它就会潜下去 可是如果你没让它盖壳的话 它会一直避在那边 等到长桃已经size了 最少要这个size 就是超过粮子的 看起来size还是有差 太小了,就把它放回去 生态能永续 不然靠你的小孩,你的孙子就捡不到 有朋友真好 有一个好钓友,有一个好挖蛤蜊友 就不用自己搬 哈哈哈哈 没有练过不要挖太多 真的挑合适的就好 不然真的会疯掉 自己抓一下时间 我觉得三小时紧绷了 你如果没有那么习惯 苦蜡背起来,苦蜡背起来 这种做钢的工作 真的不要挖太久 好玩就好了 够吃就好了 也不用抓那么多 你挖那里就甘酷了 一时爬,一时爽 一直爬,一直爽 但是回去就真的很累 来看看这个甘酷 哈哈哈哈 我跟妳回去做里长 这是何必呢 自己这么辛苦,甘甘酷酷的来这边 花了三四个小时 然后还要回去做里长 自己家人吃就好了 记得来这边玩 抓适量的渔获 然后合适的大小 不要烂抓烂门 说实在,我们又不是渔民 我们也不是靠这些维生的 开开心心的带小孩子来玩 然后带家人来玩 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就好了 谁说感染很轻松 感太累死 哈哈哈哈 没事带那么大的冰箱干嘛 没事挖这么多干嘛 每次干草底的时候走到海边干嘛 我们刚刚这样走 应该有走个两三公里以上 超过啦 扛这么重的东西 现在累得跟狗一样 不对,狗没有那么累 狗很爽 哈哈哈哈 等一下,潮水进来了 我们其实还是挖太久 潮水从旁边进来 我们现在走到最深的地方 可能到大头都到腰了 真的不要挖过头 挖过头很危险 超屁股的哦 海群在岸边关切大家了 我叫大家赶快回来 真的不要贪装 你头有够担力 阿伯 嘿 阿伯来得好吗 阿伯要护火了 阿伯要护火了 阿伯来得好吗 不错啦 哈哈哈哈 有得好 在沙洲蛙蛤蟆的先生小姐 已经长潮了 还有人啊 请回来哦 够人哦 没有人啊 没有,要做三个人 在沙洲蛙蛤蟆的先生小姐们 已经长潮了 请赶快回来 你们看,我们才上来没多久后面就全满了 拉周深一点点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许臭寮鱼港这边 然后从许臭寮鱼港这边走出去的时候 它这边有一个离岸垢 它这边的鱼船基本上也只能满潮的时候出去 那就相对你就知道 它满潮的时候这边会有一条流沟 可以让船开出去 那平常的时候在那边水浅开不太粗 这边真的不要贪玩 不要贪蛙 干草底开始繁长之后 一个半以内一定要回来 前后刚好抓三个小时就好了 我们刚刚是已经沿到屁股 多个十分钟就沿到腰 再多个十分钟已经沿到块胸口 西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它的潮叉太远 长了一两尺的高度 但是一公里远 而且你又背那么重 真的,这不能开玩笑 好玩,但是你真的要安全要顾 听到了哦 听到我们阿伯的建议哦 呵呵呵 好啦,这集就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话 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